为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第三语言 以把握区域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契机和就业机会 教育部也正在探讨扩大外语科目的选项 让学生掌握口语绘画 新加坡精神技能发展局 也将同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管理学院 和新岳社科大学等伙伴合作 未来两年在全岛20个培训中心 推出商务语言和文化课程 语言能力弱的学生也将继续获得支援 至于学校逐步取消部分学年考试的进展 部长透露已有超过半数的小学 将在明年前取消小三和小五的年终考 我们看到的是 比较比较比较高的考试 更多的试试和试试 是带来到新的动作 以教育和试试 并带来到学习更多的喜悦 中学取消中三年中考的则已有超过九成 这都比原定时间快了一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